港拉哨所坐落在喜马拉雅山脉南路 海拔4820米 是西藏山南军分区边防某团最高驻兵点 哨所水电不通 信号长断 四面群山环绕 冬季大雪不断 日常的饮用水及主副食品等物资 均要从距离哨所46公里外的团部进行补给 被哨所官兵们称为雪海孤哨 临近2022年春节 连队官兵早早起床 趁天气上好 检查车辆 准备食材 装载物资 紧锣密鼓的准备 驻哨官兵的新春物资 及20多份来自五湖四海的家乡包裹 今天我们去的地方降港拉 也是我们团海拔最高的上座 今年团团委决定 专门带一个有资料的厨师 让他们给他们做一顿家乡菜 同时把他们家里带过来的年货 给他们带上去 让他们过一个有家乡味的春节 清晨 车辆从连队出发 沿着阳长小道驶向哨所 面对越来越难行的路段 有着三年驾驶经验的老兵新国 不由的面色凝重起来 双手紧握方向盘 小心翼翼的前行 我们现在海拔也有四千五六了 旁边就是悬崖 现在积雪比较厚 又结冰了 行驶这条路的话 我们要随时紧握方向盘 缓踩刹车 控制好车速 不然就会出现甩尾状况 这就比较危险了 临近哨所 车辆穿行于蜿蜒的枝子路 此时寒风呼啸 送货车辆深陷积雪中 无法前行 连队官兵 即从哨所赶来的救援小分队 耗时三十分钟才打通道路 由专人组成的年货队 撵兵破血抵达哨所 把年货 包裹 家书等安全 送到哨所官兵们手中 今天我给你买点家乡的传统点心机给你 让你过年能尝一下家乡的味道 虽然不是很多 但这是爸爸的一片心意 在2022年过春节 爸爸妈妈给你们 给你们部队和战友引导 品尝 我给你妈妈亲自做的 沙田用和雪豆腐 祝儿子身体健康 工作 工作 工作胜利 我知道他给我寄一个 连话道的意思 他说 冰房很快 但是他希望我 能一点地过得很快 记者了解 港拉哨所物资匮乏 不同水电 氧气稀薄 但官兵们始终坚守雪山之电 甘愿奉献青春 守卫边疆 我觉得 这个作为一名鞭炮军人的话 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 像一颗钉子一样 钉在前线 顶在最前面 确保我们当面 不敢有任何异动 确保国家的这个领土主权不受损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意义所在 挂灯笼 贴春帘 包饺子 祭飘花 充满家乡年味的哨所 多了几分欢笑 故乡亲人的思念与祝福 带给哨所官兵们 坚守边关的强大动力 港湾上所 全体关闭 跟全国人民 拜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